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10万左右的注码 一个大忙 那Devoss 这边有一个勾五 其實勾五是一个有机会在一边抵抗 因为我觉得这边勾嗨还是有一个一定领先的一个范围 因为毕竟在一个平跟的底辞 勾嗨在一对一的状况之下还算是勾大的 那Social Idol这边一对二啦 那被跟的话 我觉得他还是有些摊牌价值 我觉得这边应该会选择过牌跟住 然后再来看 盒牌开出什么再来做决定 那Devoss 这边的勾五 我觉得他跟的用意 是他觉得勾嗨领先 所以我相信他这边应该会选择继续的过牌 那当然如果他打的话 我觉得Social Idol 应该也会用他的二一对 就会进行跟住 如果要选择下座的话 就是他觉得自己的牌可能不够大 他可能想要把一些Q High 或是一些跟他一样的Go High打盖 那当然被跟的话 我猜他的盒牌 应该是会选择放弃 哎哟 Social Idol 把他的一对二盖掉了 那其实通常在 一对一的状况之下 底持都不是很大 我觉得 其实一对二是可以继续进行的 我们的Jason Quinn 在CO位 拿到一个Pucky Jax 哇这把闪不掉了 这把五人桌 这两个都是超级超级頂的范围 那我们的Jason Quinn只有35个盲柱 35个大盲 这个忙住的3B Jason Quinn很可能会直接4B 选择All-in 这把Jason Quinn 应该会直接选择4B All-in 因为这个一对勾的牌真的是太大了 可是 我有发现一件事情 Jason Quinn 在这种 这种比较 后期有影响的时候 有时候他的策略 会选择比较小心 因为他在比较大筹码的时候 他会 可能会试着用跟住的去打一些翻牌后 如果不是真的太大 有时候他是真的会去打一些翻牌后 不过这把JJ真的太大了 不得不All-in 那 那 这把真的算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酷了宿命的对决 KK对勾勾 我们来看翻牌 会不会有一张Jack 来拯救我们的Jason Quinn呢 那这把我们的Kenny也是比我们Jason Quinn的筹码还多 那转牌看会不会有一张黑桃9或黑桃8呢 会让这一个变得更有意思 对 黑桃9会让这游戏更好玩 OK 剩下5%的机会 两张Jack OK 没有击中 GG 我们的Jason Quinn 我们的传奇Poker的签约牌手 同时也是PartyPoker的签约牌手的Jason Quinn 在 这边很可惜的 遇到一个无法闪掉的牌 输给了我们的Brian Kenny 那现在我们的Brian Kenny已经是我们整桌最多的筹码的玩家 那我们的Jason Quinn 获得了第五名 有两百九十七万港币的奖金 这把真是为Jason Quinn 感到可惜 那我们现在场上剩下最后的四名玩家 有我们今天筹码 Day2 只有10BB不到 筹码最少的DeVolce 现在也还在场上 而今天很可惜 有我们的檀萱 这是我们今天Day2一开始的Chip Leader OK 我们的Sordial Idol在四人桌 UTG就是我们的CO的位置 选择一个加注 这不随外的 来我们Leo 有一个A4童话 选择了一个在 盲住位置的防守 三张都是红的 那Sordial Idol这边 他总共是剩下20个大盲左右 呃 会试着想要去 持续下注 试着把第一次拿下 那IvanLeo 我觉得他不会轻易在这个结构上盖牌 也许他只有抵对啦 那筹码不是说太深 可是因为他有一个后门化的机会 还有后门顺人的机会 呃 我想也许他会再跟一张试试看 转牌 一张无关紧要的牌 那Sordial Idol在被抵抗了一张之后 他的牌 他很有可能觉得自己已经是落后 可是如果这边不下注的话 他的Rever 其实没有什么机会 可以 呃 再有机会 去 拿下 我觉得如果他这边要投机的话 其实 还是可以再打一发的 好 我们的IvanLeo 只有一个抵对 在 我们的IvanLeo 70off 27个大盲 选择直接盖牌 那Sordial Idol也是选择盖牌 那其实现在的 D'Rose 应该会稍微比较小心的 跟Brian Canning对决啦 因为 他是筹码第二多的 那 那Sordial Idol他现在是短马 大概不到20个大盲 那现在每一名的奖励 奖励都跳得非常的高 所以 D'Rose 应该不会打得太过于激进 好 我们并没有看到Canning完整的手牌 可是我们这边在看到我们D'Rose 已经中了一个三条 好 我觉得 这边 要不要下注 其实都可以 因为 呃 对手持续都没有动作 那如果要下注 我觉得也不会下注太大 可能下注一个大盲 那现在我觉得D'Rose 要选择一个架子下注 可能是一个两个大盲的 20万左右的下注 那Bright Kenny的一张Q 我觉得是很有可能来抓对手的River的下注 OK 兩张都赢了 开K 开5都赢了 其实Bright Kenny真的是属于蛮不幸邪的一个玩家 像今天我们有看到一把牌 我们那个Ivan Leo 呃 在这个River做了一个check race I probably No but it was just cause like the Min Ribs I mean it was just cause the Min Ribs I mean it was just cause the Min Ribs I mean it was just cause the Min Ribs 150 You probably missed like 50 You probably missed like 50 You probably missed like 50 Yeah So D'Rose 15个大盲 好 好 我们的Bright Kenny 选择平跟 其实Ivan Leo在这近期他的成绩也越来越好 那 Ivan Leo是非常热衷爱打扑克的 那我以前 也有曾经跟他有一个比赛 是打到Hands Up过 不过那场比赛报名费是1500港币 所以 你看他多热爱打牌 从小到大他都打 那Ivan Leo 我觉得这边可以再下一个柱 因为 呃 在翻牌的时候被跟了一发 他也并不确定对手的 呃 手牌强度到底在哪里 而且他中了一对6 那这边下柱的好处是 如果在合牌 呃 如果这边先把主动权掌握在手上 不然如果这边选择过牌之后 合牌对手主动的攻击的时候 并不知道要不要跟 而且如果对手是在 呃 在买一些牌的话 变成是说 呃 给对手免费看到的合牌 其实就蛮不划算 而且这边他可以有一个很便宜的开牌 嗯 嗯 嗯 艾伦利益 胜利的收下底辞 也打到了三百万 那现在大家的共同目标 应该就是Social Idol 他只剩下最后的十五个大盲 好我们的Social Idol 十个大盲 A10 其实算是非常非常强的骑士手牌了 选择直接O-In 那Brian Kenny 这边应该是可以做一个跟住 十个大盲的O-In 呃 也很有可能会做一个 Resolve 其实也是有可能的 好 好我们的A1-6盖牌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把牌 6-4开 我们的翻牌 看到了这个A1-6 那 Brian Kenny基本上没什么救了 会让我们的这个Final Table 会 更加的 再稍微花一点时间 那我们的Social Idol 所以我现在筹码变得比较健康 变得比较健康 变得大概有二十二个大盲 左右 大家Open的一些范围 可能会根据他后手的筹码有所不同 因为有时候二三十个大盲的人都会打比较老实 桌上了Triplee的五六十个大盲以上的人 他的范围就会增加 所以有时候会根据 每个位置应该玩的范围 然后也会根据 他的这个位置原本的范围 然后根据他的筹码的多少 而让他觉得 他的范围是增加或减少 而来决定我自己选择想要防守 或是三逼O-In的范围 那 那 会除了看他位置以外 还会看他后手的筹码量 这两点都非常重要 可以算是跟大家参考一下 好继续的check Ivan Leo这边也会继续的check 我觉得这边一对3K可以做一个1BB的价值下注 因为从后到尾都选择check的状况 Ivan Leo基本上很有可能有一些Broadway的牌 所谓Broadway就是两张10点以上的牌 或是什么 有一张Khigh什么之类的 他是想要瞄准让Ivan Leo的Khigh去来抓 所以我觉得这边做一个下注 其实也不太担心对手会加回来 因为对手其实从后到尾都没有攻击 不太会有A也不太会有5 所以我觉得这边3 是一个值得架值下注的一个手牌 Ivan Leo开牌 好我们的Devoss拿到了一个 顶范围 该选择加注一个两个大盲 加注到24万 那Broadway是直接盖掉他的S8 这个我倒是蛮惊讶的 因为我觉得这边S8 呃是可以选择做一个3B 因为他的筹码其实是会有压力的 我觉得S8去做一个3B是蛮不错的 可是我们这边可以看到Canning直接盖牌 那我们手球Ido 勾8不同花 我觉得是一个可以混进去看看我们中的一个骑士手牌 那在这个3加 在这个翻牌没有任何人有击中 那Devoss也没有击中 可是他还是现在目前我们的最大的手牌 那现在在这个状况下 第一个cola是我们的 Ivan Leo Ivan Leo这边主动下注 其实Devoss的一定的S-King 应该是一定会跟的啦 尤其现在 这并不像是九人桌 他在小芒跟的Range会多强 因为他这边可能有一些小对子的话 可能在翻牌前可能就会直接就O-in了 所以这边Ivan没有这么多的 想象中的这么多的对子 那所以我觉得S-King一定会再跟一发 然后看他的 合牌怎么打 只要合牌的注码合理的话 我觉得S-King可能都会在这种 叠牌的结构上面去抓对手的 合牌的下注 那这边Ivan Leo 误打误撞中了一个K 我觉得他应该是要做一个架子下注 我觉得可能会达到一个一百万左右的一个注 那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Devoss这边 他应该是想要跟注或是O-in 因为他的牌是当然是绝对是不可能是选择是盖牌 一定没有盖牌的选项 结果我觉得要嘛就是跟 要嘛就是O-in 现在他在想 他也在解析 再想一下Ivan Leo的范围 因为毕竟Ivan Leo是在转牌的主动攻击者 那 他自己S-King在他手上 他又中K了 其实他不太会想到Ivan Leo是有K的 他也会担心Ivan Leo是不是真的有一些3-3或是55 我猜最后应该是用跟的啦 因为毕竟在这种四人桌 实在是不容许做一个犯错 而且他O-in的话也不太有办法让Ivan Leo有什么牌可以跟 结果还是选择O-in了 Ivan Leo非常的尴尬 他没有在1秒内跟下来的时候 我猜Devote心理就已经在方便跑了 这个没有被秒扣 应该就是赢了 好 我们的Ivan Leo好像选择了一个 还没确定还没选择跟注 他现在是在问说Account 就是问说他到底有多少筹码 这一个一对K在River是很难跟的 两个小马打起来 Briane Kenny应该很开心 所以现在这是个超级大怕 如果Devote赢下这个大底池的话 你如果赢下这大底池的话 就有跟我们的Briane Kenny抗衡的一个机会 Ivan Hold住啊 Ivan现在也想说 自己在River中了一个K 那其实他也担心对手 会不会在翻牌前做一个 一个三条的一个慢打 OK 这边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我猜Ivan Leo 应该是有可能会盖牌的 在这种最后四人桌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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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al Idol應該是要ALL IN了 只有2個大盲左右 那Devrox這邊K5不同花 我覺得應該是會選擇跟住 這裡一個11個多 將近12個大盲的ALL IN 在4人桌 一個K HIGH 4人桌 一個K HIGH 是非常值得去跟住的 一個12BB組的ALL IN I think it moved twice I'm saying after that hand I think the button moved twice 這個K5 OFF應該是會跟住 好 選擇跟住 好 思考了一番之後選擇跟住 那么这是一个 六四开 对 四六开的一个对抗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把 会不会带走一名玩家呢 目前暂时顶住 我们的Social Idol 一个A3还是暂时领先 但是对手的出牌 也是依然很多 对 增加了四张J的机会 所以说其实现在还是一个六四开 哇 直接中了 直接击中 那我们的Social Idol 基本上没有K就是 GG了 这张击中的勾 然后 顺子 比他的击中 K和5还要厉害 GG 那我们现在场上 剩下最后的四名玩家 我们的Trip Leader 变成我们的Divorce 对 对 我们场上进入一个短桌 只剩下三名玩家了 还剩下 筹码量 排名也是非常的参差不齐 那现在筹码量三位玩家 今天其实是差距蛮大的 是我们现在充满最少的是我们的Iron Leo 中央位直接盖牌 那这个牌应该是很差的 圈三 其实也是可以玩的一手牌 那Iron Leo 应该选择直接All-in 面对一个跟注 他大概是只有15个大马 我觉得可能会直接All-in 选择到一个加注 选择加注到一个40万 那我们的Van Kenny 你会跟进去吗 在他加注码也算是健康的状况之下 他似乎想要跟进去 让对手不实现他的一些期望 如果是我还是比较倾向于All-in 因为如果假设 没有中也是尴尬 我觉得All-in会比较简单一点 如果真的要我Race的话 要么就是我牌很烂 要么就是AAKK 就可能烂要偷AAKK想要吸嘛 那这些要大不大的中间牌 也不说要大不大 就适合All-in范围的牌 我还是会比较倾向于直接All-in 两位玩家都过牌了之后 被Brand Kenny击中了一张7 那我相信Iron Leo这边 应该也是不用动作的啦 然后Check这个翻牌 我觉得转牌 他A死还是有一定程度的 领先对手的范围 我觉得是可以继续的Check 我猜Brand Kenny击会打个1BB 架值下注 这一次可以架值下注的 因为毕竟是一个三人桌的两人 单挑底持 我打的比较大一点 打42万5 想要抓对手的一些high cut 跟了跟了 我相信这两把如果交换的话 我觉得Brand Kenny的A死也是会去选择跟住 所以这就是一个比较危险的状况就是 就是在这种短筹码的时候 在这种短筹码的时候 没有直接选择All-in 让对方 让对方中了一个 就觉得会比较All-in 让对手在转牌击中了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他的A死在这里还是领先很多范围 面对对手合牌的一枪 还是只能选择 这个抵抗 这里如果连A死也不抵抗的话 真的会被剥削蛮多的 对 他需要抓紧每一个机会去 好 这把需要Ivan6有牌 这O-in 应该是个不错的牌了 啊 勾施扎色 还可以了还可以了算不错了 对 哇 撞到 钢板了 那我们这边Divose应该选择平扣 那我们这边Divose应该选择平扣 这边会试着想要Bronkenny一起进来 所以他会选择平跟 我猜他现在在心里想的是 这个是他目前来说 继续拉开下去的一个更好的机会了 他选择一个最小的mini race 其实这里不加出也没有任何问题 对 因为两人打单挑之后 他也不一定有这么好的机会 去抓Bronkenny这么一个 就这么好的机会去抓一手这么大的牌 对 到三人转足的时候 每一手牌都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No short deck 他们说这不是短牌 如果短牌的话 这手勾十 还是有很强的游戏价值的 对 那不一定会输的 但在长牌里面 这里是只有14%的权益 赢面是比较低了 看一张七行有点的帮助 如果转牌没有来一张8或9或10或勾 就是做应对了 看没有8、9、10勾呢 三边四边 哦 有一个机会 希望的曙光 有一个击中的机会 百分之十的机会出现了 三张勾和两张十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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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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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點意思了 前面已經是在翻牌前去跟住了他的家住 手裡還是有點東西的 任何個對子都不太會蓋掉這個翻牌 就看一下轉牌會不會掉出一張 黑桃 掉了個黑桃就有的看了 兩門買花 繼續過牌 那底次已經來到160萬 我猜應該會打到80萬了 也可以更大 這裡兩門買花 因為他現在後手剩340 那打個100萬左右也是可以的 100好像有點太多 怕把對手打蓋 打個一半 River剛好是一個三分之二的一個bet 介於我們倆的猜測中間 打了一個885千 打於80萬少於100萬 我覺得Divose這邊可能會直接放棄 我覺得Divose這邊可能會直接放棄 直接選了All-in 那Divose秒call了 call 會不會 來看一下 如果盒牌出現黑桃 那麼這場比賽的 最後一手牌就會將是這手牌 看一看至關重要的一張盒牌 看一看至關重要的一張盒牌 那如果這把讓Bright can double 將會是兩個人 變成籌碼55開 這是至關重要的一手牌 好 沒有開出 沒有開出任何的黑桃 那我們的Bright canny 翻倍 直接 達到了一個反超 所以現在兩個人籌碼 將近是55開 他們會不會有可能來彈一個Divose呢 這個階段的確是可以彈一個Divose的 好 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我們的Bright canny 又是拿到了一手圈二銅色 對手這裡的K6同色是一手非常強的牌 現在我發現他們兩個人的策略 好像就是比較 prefart策略比較不一樣 那Bright canny一直open 一直open 那我們的Divose是一直limp 各自的系統不一樣 那Bright canny選擇了check 擊中了一個Queen 可是我們的Divose在這邊 有了一個買花的機會 可是我覺得這個買花 我覺得可以不用主動跳出來打 因為它是K High 有一些開牌的價值 我覺得check code可能會比較好 可是如果這邊 我這邊會覺得如果拿一些 比如24Diamond 26Diamond 可能沒有這個牌 因為它是扣一個 它是coler 所以我覺得可能有一個 八九Diamond 八goDiamond 一些比較小的一些 買花的牌 我覺得好像比較適合主動跳出來打 因為畢竟可能比較沒有開牌的價值 那K6 Diamond 完完全全我覺得 是可以選擇過牌跟注 那這邊Bright canny下的注也比較大 是下了大概將近一半多一點的底次 一半多 60% 面對這樣一個60%的下注 我覺得應該還是會選擇過牌跟注 因為K High 還是夠大的 他也不敢再去搞一次 對不敢再 因為現在籌碼 就是落後了 落後了 他cover對手的時候是可以的 但是沒有cover對手的時候 這樣再做一次 然後又被對手跟注 就直接終結了他的錦標賽生命 嗯 那我們的Divose就覺得Chick 那我們的Bright canny 在這邊應該有機會 是要做一個價值下注的 在一個頂隊 我覺得可以下個一百萬吧 就下個一半的底次 這個面是比較的乾燥的 他如果是要下大注的話 就是等於就是又是一個演bluff 就看你對手抓不抓 一百六十八萬五千 哇這真的是蠻大的一個價值下注 四分之三 因為他拍也是大 對他拍也是大 嗯 那這裡沒有辦法抓了 K High K High K High 其實我覺得這個價值下注 我在他還沒下的時候 我沒有意識到 為什麼要下這麼大 可是在他下了之後 我覺得我發現一個好處 其實 他下一個這麼大的一個Size 其實讓對手 其實是沒辦法bluff你的 啊對 這是當然 假設你下了一個一百萬 被對手一個bluff Cheris All In五百萬 其實是跟不太下來 可是你下了一個四分之三 幾乎 是 對方套匙的一個Size 如果我在這邊選擇Cheris All In 其實你自己心裡也是抖抖的 是推不太出來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Size 應該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想到這個東西 或者是他 天生的天賦或知覺 告訴他這樣打 只是如果我們第三方角度來看的話 他打這個Size 我覺得非常的棒 讓對手 沒有一個 在 合牌反透的機會 對 這也是高手在面對一些高手的時候 或者說你 不管是不是高手啊 你面對一些會玩的 操作性強的高手的時候 你盡量不要去 沒有把握的情況下 去打一點博價值 太容易吃操作了 嗯 像 教我打現金桌 我們台灣還有一個 就是一個 一個 教我打現金桌的 一個叫Semi 他本身就是說 有時候他就是遇到一些 他專門在打網上現金桌的 他就說 尤其網上現金桌那種 大省真的是很會操作 你如果是想要去做一些 很博價值的Value的時候 就往往就是會被一個 很大的check rate是讓你打 跟不動 然後他就常常就說 我都手劍 叫我手 在River不要隨便的亂打 去一些 補價值隊一些非常厲害的玩家 那當然除非你有 呃 你有非常的有把握去做這件事情 那你可以再反轉 也許會獲得更大的收益 可是往往會造成更多麻煩給自己 好看這把牌 是 呃 雙方都沒有擊中 那像類似這種狀況就是 我覺得在OOP的玩家 這邊就可以做一個 蠻大的一個架子下注 那對手其實也不太有機會去做bluff 因為在轉牌我們雙方都沒打 那沒位子的玩家 我覺得可以打一個 比如說50萬左右的一個size 然後讓對手也只能用跟的 因為對手也不太有牌可以去來 呃 去來偷你 那雖然這邊是一張9就沉順了啦 可是 你這邊 必須要真的有9才加得出來嘛 對像這種其實也是封鎖到對手的行動 可是同時又是架子下注 對不需要一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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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個sing head 還有一個chop底持 那時候也不知道自己大不大 而且你也沒辦法控制這個尺寸 比如說100萬的底持 對手打個50萬打個60萬 那你其實是有第二大對子那你怎麼辦呢 你也只能跟 對 可是你變成你都是在殘 因為主動選擇在對手手上 對 那這個時候其實對手不管是有牌沒牌 其實相對來說都是做的是對他來說正義的事情 你其實就很複雜很難去處理這種情況 但是如果是你 像剛剛那種情況 在集中了第二大隊的時候 主動跳出來在100萬的底持裡面打35萬 又便宜 那麼對手之底所有沒有牌也會蓋給你 有牌 那也可能 在一定範圍裡面的強度的牌也只是call你 但如果 對手如果你不是主動跳出來打 應該可能打60萬 而且像這種狀況 通常 大部分的狀況還有一個邏輯 大家會想說跳出來打 你可能會中 你可能會中兩隊或什麼 所以當你跳出來打的時候被race的時候 你再遭遇到他的抵抗 OK 變成兩個的bet在這個turn 你變成是bet 然後被race在call 變成是說 如果對手在rever真的是沒有牌 他真的是動不了你 他在合牌的時候真的是 牌不夠大 他真的是動不了你 很難去bluff了 對很難去bluff了 你有可能兩隊在埋伏 你可能有一些set在埋伏 一旦在轉牌 你得到了 像你射身處地自己小 對手bet了之後 你去轉牌race他 把他call住了 對 假設你這樣沒有牌 你在合牌 對手一個check過來 你真的很難判斷對手 到底是不是在埋伏 是的 因為對手幾乎是用 所有的牆牌都會這麼做 因為如果這個時候 合牌對手再跳出來零打 那顯得太強了 那顯得強的爆炸了 好 那這一把比較有意思的是 這把是devoce 在button選擇平跟 然後我們的canny 加住了一個大概3.5到4個大忙的size 之後check到river 兩位玩家都有機種 對 那canny的一對十是有一些攤牌價值的 20off 那我覺得他可能會繼續的check 兩位玩家現在都有攤牌價值 他要做一個很小的價值下注嗎 那這裡不能打很大 最多就打50萬了 52萬5000 這是最多最多的一個尺寸 那這邊只有一對7真的是難跟啊 因為這把畢竟他是 平跟之後在這個結構上選擇 在這個結構上中了一張7 那其實10勾圈 我們擊中了很多canny的一個範圍 GTO上還是可以扣 因為這裡畢竟只有一條街的下注 嗯 還是付了錢 好我們現在回到賽場上 我們的devoce 跟他聯繫了兩把 那briancanny都沒有牌可以跟 然後這時候我才會要換cannyoing他了 20個大麻 22個大麻 A6off 他這裡是K10喔 K10很大耶 可是canny的A6應該要選擇oing 可能是要跟住啦 蠻接近的 看一下他在點自己的馬量 稍微有點偏多了 是有可能會跟的 可是稍微多了一點 差了一點點 差了一點點在範圍 啊選擇跟住 還是選擇跟住了 K10對到A6 還是有個43的勝率 他點了又點點了又點 覺得啊還是差不多 還是得跟了 K10大概是25%的強度 單挑的情況下 來看一下 K10OF大概是前25%的手牌 所以剛好是一個蠻邊緣的跟住 來看一下 23個大麻 這手牌會不會 直接擊中了一張K 擊中了一張K 23個大麻的oing 現在多了非常多的牌 多了方片 跟AX 大概還有27%左右的勝率 他的K10O是正EV的跟住 這裡每次跟住會不會他贏2.7個大麻 大麻 結束比賽 哇這場比賽就在最後 發出了一個 RUNNERRUNNER童花 我們的 Brain Kenny 贏下了我們這場 賽事的冠軍 賽事2 6MAX 50萬港幣的冠軍 那這場冠軍的第一名 他將獲得1123萬港幣的獎勵 雖然我們的Diverse 雖然我們的第二名Diverse 非常的遺憾拿到了亞軍 那還是要恭喜他 幹掉了78名 總共買入是79次 幹掉了78名玩家 好 這次我們為大家帶來的是 傳奇撲克2019年黑山戰的賽事 由我阿同和大亨為大家帶來解說 也非常的感謝我們的官方合作夥伴 伊爾博和我們的PartyPokerLife